前,偏远的地方,有个泼皮无赖,名字叫做王大成,此人抽烟喝酒好吃懒做,村里的人都厌恶他,只是要说此人不知上辈子修了多大的福气,得了个好母亲和好妻子。 王大成刚成年,他母亲便在村里张罗着给他娶个哑巴媳妇,这哑巴媳妇不能说话,但是做事利落,心肠急转,也年轻漂亮。 王大成心里喜欢了一阵子,转而便觉着索然无味,开始出门花钱找乐子,老母亲和媳妇管不住他,只得在家把一切浓活操劳起来。 王大成在外面吃喝玩乐,没钱了便回家张口要钱,开始的时候还是软言细语的,后来再没钱,轻则辱骂,重则上手打了。 老母亲还好,哑巴媳妇偶尔被打得浑身淤青,在床上休养三四天才能缓过劲来。 这天呢,王大成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,老母亲和媳妇在床上绣花呢,他进来别要钱。 家里这段时间比较困难,哑巴媳妇连连摇头,老母亲推说没有。 王大成见此便恼怒了,仗着几分醉意上前拉扯媳妇的头发,哑巴媳妇不能叫,身子疼得发抖,老母亲连忙上前制止。 王大成一用力,老母亲啊的叫了一声,摔倒在地上起不来了。 老人嘛,身子骨脆,不禁摔,这一下直接把老人摔晕过去了。 见此,哑巴媳妇赶紧上前,泪咽婆娑,怒视着王大成。 王大成的心里也有些发怒,乃何仗着酒意,连老母亲他都不认了, 又抓着媳妇头发狠狠地磕在地上,骂了咧咧的,看什么看,没钱是吧,没钱就给我去死。 终于,哑巴媳妇支撑不住,也晕倒了过去。 王大成这才感觉心里慌乱,看地上两人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,东翻西翻找出家里的钱, 去棺材铺订了两具棺材,晚上把两个人胡乱地扔进去了。 第二天,王大成便叫了村里的送葬队,说是老母亲和媳妇昨晚不小心摔死了,要把棺材抬进村里坟地给埋了。 送葬队第一次见这么着急的要把棺材埋了的人,且一事都没办。 心里纳闷,伯母和你家媳妇怎么会突然被摔死啊,就算这么也该办个葬礼啊,着急忙慌的做什么呀。 家里没钱不行啊,咋的,要不然给你开棺看看呢。 王大成发了痛邪火,冲那人喊着。 那人不说话了,本地习俗啊,送葬途中棺材落地或是再次开棺,那都是比较忌讳的事情,只能满腹疑惑地把棺材抬起来。 走了半天,突然听见前头棺材的人惊慌地说道, 好大的蟒蛇呀,等到了,怎么走啊? 众人抬头一看,一条大蟒蛇,花纹艳丽,身子横在路中间了,堵了整条的道路,不时还微微地动那么一下。 这里很少出现这么大的蟒蛇呀,一伙人吃惊得很,宋葬队见实在奈何不了这条蟒蛇,只得说换道。 宋葬队小心地转头,走另一条道,此路难走,道路不平,走起来不稳的,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只能慢慢地走。 一段时间后,大伙都累得不清,马上就要到坟地的时候,打头的人就惊呼道, 这怎么也有条蟒蛇呀,又挡死道路了,这怎么走啊? 身边人开始议论纷纷,都说抬了这么多年棺材了,还是头一回出现这种情况, 兼此村内送葬队的那人开口了。 我曾听伯母说过,以前家里出现过一窝小蛇,被他为了一段时间放回山林了,我不信蟒蛇恩将仇保, 拦着伯母不让他安息,肯定是你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。 王大成面色难看,转身就跑了,那人连忙上前去追,被王大成给逃脱了。 那边,台关之人忽然听见棺材中传来敲击声,吓了一跳,犹豫半天,又听见里面传来微弱的叫唤声。 连忙落关,打开一看,关内的老人呼呼大喘气,差点就要丧命关内。 众人惊讶之举,连忙把另一具棺材打开,里面的哑巴媳妇满身鲜血,鼻息只留一口气, 众人怒骂王大成真是狼心狗肺之人,又手忙脚乱的把二人送去就医了。 后来此事便流传开了,据送葬队的人说,安置好二人之后,那蟒蛇也不知何时没了踪影,蟒蛇挡道难得一遇,实属是怪事啊。